好,台东这边目前虽然雨势稍微少了一点 但是一整天累积下来的雨量确实还是蛮大的 来看到我们现在仍是来到台九县一处山区道路附近 旁边这个地方已经开始逐渐积水了 而且是流出了大量的泥水 疑似就是从上面这个上坡的地方是往下游 那么其实旁边这边刚好是一座桥 而且旁边有这个河流正在流动 怀疑我们刚刚有靠过去看了一下 其实现场的这个水势算是蛮湍急的 因此也不排除可能这些水就是从河流外面溢出来 那么一直溢到马路上面 来看到它的一个范围甚至已经几乎是占着整条马路 一个线道几乎都是被这个泥水给占了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车子在过去的时候 甚至还会直接溅起非常大量的水花 因此车辆是有稍微的减速一点 避免了这个水花太大甚至也有可能打回来的情况 不过据我们了解其实整个台东海九县有很多地方都是 类似像这个样子正在稍微的积水 虽然它的积水高度大家只知道这个小腿度左右而已 但是还是相当危险非常的滑 民众经过的时候还是要特别小心